各位現場的好朋友 抱歉現在歡迎我們的極致的舊台 感謝你 謝謝 謝謝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惠里法師 心意法師 歐董事長 郭董事長 還有 在場很多法師 很多 善心 人道 關懷的支持者 因為愛 所以 今天晚上 我們大家取記在這裡 我跟 陳副市長 還有我們社會局 張局長 都非常關心 高雄 人道 人權 愛的活動 我跟惠里法師 記得四年前 他帶了一群 非洲的孩子 我認為 我認為惠里法師 這樣人間的大愛 我很佩服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非常佩服 死懷者醫師到揮州行醫 然後 然後 那種 把人類的愛 發揮到最高的極致 他 一直就是我心中 非常崇拜 非常崇拜 偶像 死懷者醫師 然後 四年前我看到 我們惠里法師 他在 灰州大陸 也是一樣 不管在 史瓦基蘭 賴索托 這幾個 灰州的 國家 戰亂貧窮 然後他 收養這些孩子 這兩三個國家 他收養了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收養了將近 一千位 以上的孩子 我非常感動 我會認為說 其實 在很多 現實的社會中 很少有人 願意做這樣的事 有時候 我們會想到 可能在 另外一端的世界 有人 飢餓 有人 貧窮 有人的生命 被遺棄 但是我們會覺得 因為他距離我們很遙遠 我看不到 所以我裝著 不知道 但是我很陪 武惠黎法師 自己到 灰州大陸 自己去接觸 這些人 基於人 到 活頭的愛 然後他 決定 就在 灰州 傳教 然後在 灰州 身體 力行 照顧這些 孩子 所以我 記得我在 四年前 我就加入 阿彌陀佛 關懷 協會 我說 在我 可能的情況之下 我 認養二十個小孩 認養二十個小孩 所以四年到現在 大家不要擔心 說 市長一戶人 市長一戶 最少要有二十個小孩 在那裡 所以 我們到哪裡都不孤單 因為愛 讓我們的生命不孤單 所以因為愛 我會覺得 每一個孩子 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不分膚色 他 就是 天真 無邪 可愛的孩子 所以今天 我們看到 會禮法師 每年都回高雄 每年都同樣 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今年我看到有那麼多 有愛心的人 大家 一起來支持 只謝謝我董事長 還有老朋友 我們的 郭董事長 還有中正谷科 很多的好朋友 還有我這邊認識的幾位大法師 還有看到好多 一直在支持 這種人道 這種愛心的關懷 這個永遠都必須做 永遠都覺得做得不夠 謝謝揮禮法師 謝謝你心中有那麼多的愛 因為 佛祖的愛 讓你 讓你寬容 寬懷 然後 在 灰州 做這麼多事 關懷一個小孩 搶救一個孩子 搶救一個生命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所以 作為一個 阿彌陀佛 關懷中心 一個最基本的支持者 我今天看到這麼多的好朋友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大家都是我心目中可敬 我們敬愛的市民朋友 我愛跟你們說 感謝 路人 高雄就是這麼可愛 高雄就是這麼多人 有這麼高度的愛心 大家願意去支持 跟 協同跟我們無關 生活跟我們無關 但是 它是一個生命 它在 灰州大陸 我們一樣 擁抱他們 我想 我們感謝 慧林法師 信義法師 謝謝歐董市長 郭董市長 在場所有的法師 阿彌陀佛 我跟你們說 很濃烈 很感謝 佛祖 都跟你們一起 跟你們說 感謝 謝謝大家 濃烈 謝謝 謝謝陳市長